你考虑自己 要哥们真结婚了之后 哪有时间照顾你这单身狗啊 男家长下一步 我们俩就领证了兄弟 不是我说你 一把年龄了 考虑说 爸妈来了 来就来呗 你非要跟我吃饭 见了 由陈兴旭 张若南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 清喜剧 你也有今天正在播出 欢迎订阅 每日解说精彩剧情 承瑶在团建时不小心喝醉了 前衡也如愿以偿亲到了承瑶 两人还正式官宣 在承瑶街的案子结束后 前衡便带着承瑶出去旅游 几乎到一个景点 前衡便要和承瑶拍照 然后发给吴君 两人暗自较劲着 让承瑶十分无奈 趁着醉酒 前衡便直接将承瑶扑倒 两人甜蜜一夜 回去后的两人更是如交似漆 感情不断升温 但当承瑶提出结婚时 却被前衡果断拒绝 前衡本就是不婚主义者 但承瑶却与之相反 两人为此没少吵架 承瑶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但随着梁依然的出现 将这一切打破 梁依然为了拆散两人 便在聚会中提起结婚的事 前衡果不其然地表示 自己不打算结婚 让一旁的承瑶很是尴尬 渐渐地 承瑶对前衡感到失望 在工作上还遭到了梁依然的算计 差点输掉了官司 在种种打击下 承瑶最终决定与前衡分手 跳槽去了对家的公司 前衡赶回来时 承瑶已经离开了 前衡知道承瑶受了委屈 回到公司后 便立刻调取了监控 找了陷害承瑶的凶手梁依然 然后也没有心慈手软 直接将其赶出公司 但前衡始终拉不下脸去找承瑶 但见承瑶始终没有回来的打算 便找了个借口去找承瑶 但却没想到 症状上承瑶与顾北青约会的画面 前衡顿时猝一大发 但嘴上却还是不饶人 两人不欢而散 前衡每每想起 承瑶与顾北青在一起的画面 前衡还是不能释怀 这才踏上了追妻之路